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暑假快结束了 过去几个月 你是不是花了很多时间 陪伴家人跟孩子呢 好棒喔 迎来了很好的亲子时光 但是暑假快结束了 迎来人生的胜利 小孩送进学校 你是不是想要好好品尝一下 属于自己的me time呢 今天我就来代替大家 好好地享受自己的时光 迎来的是改款过后的 B&W X5 而且我这台呢 是XDrive40i 非常的帅气 如果你喜欢X5的话 记者会的影片 我们报导非常详尽 这次有两个规格可以选择 有才游车的30d 它是XLine 看起来比较outdoor运动感 侧面呢还有一个踏板 但是我这台叫做XDrive40i 它直接标配有m sport 帅气度更是upup 以及有m的套件 所以今天我可以解锁一下 X5所有的全新的技能 所以你要开这台上赛道 对不对 我觉得我从它上赛道 都没有在害怕 因为通常怕都是别人 但是我跟你讲 为了练赛道这件事情 我今年出台赫城脚买了一台 它的小老弟X4 M40i 等姐练成女魔头 我跟你讲 就每个都有福了好不好 但是这个X5也是我老朋友 因为我们家的老X5已经退役了 我在镜子会看到新的X5 哇 有那种看到家人的亲切感 不要假的啦 你根本跟X6在流口水好不好 因为我本人对Coupe有点偏好 不管你喜欢X5 SUV它有更大的方便性 X6 Coupe 帅气度更是往上升 不管你喜欢哪一款车 都有新的技能带大家解锁 雨天就是试车天 我们就来解锁全新的X5 谁要上我的车子 就你啦 蜘蛛人 上车 新改款的X5 有一种焕然一新的感觉 尽管人家说这是小改 因为一坐进车室里面 我觉得我就有 好像我在开iX的感觉 你看12.3寸的仪表板 延伸14.9寸的触控萤幕 而且从侧面看 我这是曲面的萤幕 只要你家里有上一世代的X车系的话 就算是小改 你都会觉得 多有东西都是往上要进很多 因为我是M Sport 所以我连我的这个踩的踏板 也有一个M在上面 M多功能 真品放下马 握感很好 它还有三种模式 Eco Comfort 还有Sport的模式可以切换 其实Sport和Eco Pro 它还另外可以有Individual 你可以进去再调 各别的不一样的一些选项 所以真的是完全可以 依应你的需求来做选择 那你习惯用Apple Map Google Map的地图 那你可以叫来这里 同时你可以把它移到你仪表板里面 不过呢 如果你要跟AR整合的话 就用原厂的Map 就是有现场看到的 跟地图 然后AR就画在上面 还有我们双前座呢 是M的跑车座椅 都可以加热 含流的时候 一定可以派上用场 要通风的话呢 可能还是要花点钱 选配上去 看个人需求 当你坐到后座之后 豪宅里的沙发 也有备伴上来了 Sensofi的这个皮脂的座椅 所以全车人都是可以坐得很舒适 更何况 我的这个车子包覆性非常好 跑车座椅真的是有差 而且加速的时候 那稳定度 真的是让你很满意 这两天我们开这个新的改款的X5之后呢 有了一些比较跟以前不一样的感觉 虽然说6缸 但事实上呢 我们昨天满载啊 载了所有同事一起出去 而且跑到郊渠比较圆的地方去试车 那稍微感受一下 那回程想说那应该要加油了吧 结果没想到 欸 油表还可以跑500多公里 还蛮够用的 你用ECO Pro的方式去开啊 你就把它当2000cc再开 但它动力绝对不是2000cc 你是可以很满意的哦 想要油耗更漂亮就用ECO的方式 我相信应该很容易达到 因为我昨天油耗我真的是吓一跳 但是如果你是热血的话 Sport就给它按下去 你看马上我这萤幕啊 衣标板全部都变了 哇下去就立刻感觉到悬调是不同的 那更不用说 你看水晶排糖头 Sport之后 哦这声音 它的力道就出的比较大 哇 你就会很喜欢 加速 但是我觉得X5的XDrive40i的 M Sport的调校 它会让你觉得说 哦对有动力 当然啊我381匹马力 但是它还是走稳重路线 它在动力跟家庭之间呢 让你有一个比较均衡的Balance 相对会大家舒适很多 但是不会让你觉得 哎我要动力了 Sport其实人没感觉 而且啊我车子里面 我觉得质感很好 是它的气氛灯 你在调整的时候啊 我旁边那个X5 它就跟着我的气氛灯开始变色 而且呢 我往左跟往右的箭头 有点呼应我的 仪表板前面 好我导航一射 我这里就AR的哦 把它结合起来 然后导航过来之后 你只要到目的地 或该转弯的地方 它的鱼骨一样会变大变大 呼唤你 要到了要到了 你看 我旁边的气氛灯的颜色 跟我这个鱼骨呼应 整个人走在科技的最前端耶 如果今天不想晒太阳 黑色顶膨升起来 标配 那新的X5有很多科技啊 包括它可以360度看到 做任何事情的时候 都有一些sensor可以帮你 所以昨天呢 我们去挑战了 士林区那里一个得来速 非常窄的出口 结果我们呢 就轻轻松松的开出去了 方向盘上面 我可以轻松的做一个选单 我连我的HUD啊 我也可以选择 我现在是SPORT模式 我还可以不一样的选单 我还可以简洁 有些人不喜欢 废话太多 东西太多 有些人就是简简单单 让我看到 时速就好 如果你是那种善变的车主 你喜欢有时候 心情来点不一样的 你就随时可以切啊 你可以切你的仪表板啊 然后你可以切你的模式 你可以切你的HUD哦 太多了 你可以换十几台车的感觉 那我们今天还要来解锁呢 就是我有AR哦 下雨天呢 它的视线还是很好哦 前面的挡风玻璃啊 雨水有点干扰视线 两个这样子互相辅助一下 你会觉得掌控周边的状态 雨越下越大啦 雨滴都下来了哦 但是我觉得车子里面 没有那么大声 像昨天我开出去是暴雨 车子里面有点滴滴滴的雨声 其他地方我基本上觉得声音很小声 下雨了 看起来已经要滴了 你已经给我滴了 回我的故乡好不好 没有下雨的地方走 糟糟糟 顺便开箱解锁 好那我现在呢 就很轻易的呢 可以透过我方向灯打下去 旁边没车它就直接帮我切过去 可以哦 超棒的啊 这个是7系列珍贵感 刚好现在又转要下去 有吗 切下来了 这简直是车在开人啊 就像X3一样 但X5更赞 这么多新科技 它隔距好像变大了一点 当然啊 我这个叫做峻林天下至尊 而且我真的随时抬头显示器 跟我的仪标板 我要的资讯几乎有 难怪他们现在右边这边 给它Zero Layer 有Quick Select 所以你要一些东西啊 其实上下晃一下 你还是可以找到 但是我觉得 因为它有一个M的电子悬吊 所以它的整个吊性偏活泼一些 它真的是有点活泼 对因为它马力还是够的 够啊 只是看我要不要踩而已啊 你看 隔壁那一个 那台车马上 看不到我车尾灯 到宜兰呢 波云见日了 阳光出来了 刚刚台北暴雨了 开这个长途啊 我觉得很轻松啊 跟我之前家里头的X3啊 以及X1比起来啊 从侧屁股一看 就是个霸气的样貌 可是我真的细细品味哦 我刚刚稍微的 启动了我的车子之后 你发现说 它回出来的声音呢 真的 比较不是那种会惊吓到人的 甚至你呢 怠速停在路边呢 我觉得它也是很舒服的 个人觉得呢 骑步呢还算是轻快哦 因为我们家几乎都六缸车啦 已经有这一个纵嫌口味了 3.0升直列六缸的表现 加上48V 我觉得整体的重效马力381匹呢 真的当之无愧 而且它的端一感不会太重 尽管它配的是施压蓄烤胎20吋 可是我觉得舒适度有 侧倾不太有 当然大车你要这种急速的弯 一定会有一点点小小的左右的感觉 那我刚刚一路开过来 不管是在学穗啊 还有在台北的市区啊 雨下那么大的状态之下 整车只有我的声音 雨声唯唯听到 因为你夹到玻璃上 你难免会有声音 风切音完全没有 虽然它的玻璃不是双层 但是挺厚 这声音传回来没多少声音 然后胎噪声少 我这个施压蓄保胎会比较短你知道吗 但车子也不短 刚刚我们其实大家轮流坐到后座啊 我觉得它有点算短行程的轨毯 但是因为这台车舒适导向 所以呢在后面 轨毯的那个频率也不会过高 让你不舒服 X5就是电容式方向盘 握感很好哦 全车系的取消方向好像 上面不是有ACC的车距切换按键 我觉得调整不麻烦 跟车要近还是远 就先把它设定好 车子自己会帮你判读到最适合的位置 所以是使用习惯性可以更安全 它的判读又很精准 因为它可以轻易的告诉你 前面呢是一个小型车摩托车 大货车抬头显示器 也看得好清楚哦 这个虚拟实际 然后还有车流全部都把它包进来 可以让开车这件事情很理所当然 你要什么东西都有一个人跟你讲 各位观众朋友 我目前存款还不足以买大漆 但我的X5 它也可以帮我自动的变换车道 好时速只要1到60以上啊 按方向灯 我的HUD抬头显示器 也可以很清楚的告诉你 太轻松了 过关 我刚刚在那个三间小路巷弄啊 这360度的环境啊 真的太加分了 那有些路看不清楚啊 然后爬爬照 开车怎么越来越轻松啊 我可以感受到的是 因为X3其实真的已经超好开 可是X5呢 跟X3的差异 加上它现在新的调节 动力啊 引擎啊 本体 就完全动力升级48匹 有人说我X5为什么要买到6缸 然后有人说我为什么要381匹 我跟你讲 就跟你存款里面的钱一样 存款里面的钱要越多越好 因为你随时要用的时候随时可以领出来 贪心好不好 动力要越多越好吧 我现在平常是不用啊 在市区塞车啊 但是我今天到了郊区 我今天到了漂亮舒适的外线市 动力怕就怕 他跟我上次试那个BMW的M340Turing 真的也很不一样 怎么说 你看它起步这样 因为它的左座点高很多 这个稍微油门多踩一点 声音声浪还是出来的 它好像比较均衡一点 它不会说特别有跑格 但是它又兼顾了家里面的实用性 对 家里的舒适度也很重要 喜欢耶 很专注的开车 然后很轻松 很惬意 我们现在到宜兰的观光区了 我强力的推险呢 在找停车位的时候呢 按这个P呢 它就开始在帮你记忆路径 或者帮你找车位 有时候到不熟悉的地方来 我强力的建议你在巷弄里面呢 也把这个功能开起来 越难找就越往哪边 那你看起来好像有另外一座风景 我可以讲左边你就 一个死胡同 怎么办啊 一个死胡同怎么办 这时候根本完全不用担心 你知道为什么吗 因为我这台车 它有记忆我刚刚的路线 and它可以自己自动帮你倒车 你想倒多远 倒回刚刚的地方啊 倒回刚刚的地方 我告诉你它可以倒200公尺 我跟你讲到出停车场 我们就让它自动帮我把车回到刚刚的位置 怎么做呢 你看启动倒车辅助 就按下去 它说排路倒挡 把双手离开方向盘 它还是有一些事情交给你 双手离开 那这时候呢 我们的脚呢 随时跟刹车装好朋友 随时喊着它 我刚刚的路耶 我刚乱钻过来的 我们看看 好烂喔开的 怎么好烂啊 你故意cue我走这种烂路的啊 我现在真的都不用 手没握方向盘这里就会亮 我慢一点 而且它sensor还是会持续的帮你站前顾后 所以这时候突然一颗皮球来 一台脚踏车来 它也会介入哦 会做刹车 哦 我刚开的路线 完美呈闲在我们的面前 那你如果要加速 你油门可以多 你如果要减速 你就刹车 反正刹车油门你自己来控制 路线呢就是你刚刚有开多好 它就是开多好 诶 有个好位置耶 有个好位置 诶 你不会跟我想的一样吧 停那个 停那个 就那个 停那个 马马马 旁边有车啊 跟墙壁 你要停那个位置哦 当然了 我跟你讲 哇 还有绝招 制作人你好自为之啦 把人的惊惊就是我最大的快乐啦 你想想看 要把我停到那边边上 廖安婷就算瘦到剩一半 我就下不了车 制作人你自早的 你就坐在旁边 我现在款待他帮他停车啦 我现在有手机遥控停车 他可以前后 但对他而言是太简单了 我要让他弯弯绕绕进去好不好 大家说好不好 你愿意哦 你看 看到制作人平常时针缘很差 那我咱们就开始了 来 我直接让车子进去 来来来来 你看 还要慢一点 还要慢一点哦 诶 我一放开他就停住了 你看 多灵敏啊 来来哦 来来来来来来 我要看哦 我要看sensor要注意 诶 什么看着比我好可以站出来哦 诶 这样我怎么下车 你下车那我怎么办 诶 没关系 你就永远坐在车上好了 我帮你倒我帮你倒 他判定已经到后面了 所以呢 我就停好了 我买了最新 brand new 的 BMW S5 S5 这里应该遥控车 不要跟朋友炫耀完以后就走了 车在那边熄火了 这时候你一定要按一下 停止停车的程序 熄火了 被你们折磨了好累 我要去买咖啡了 吹嗒 吹嗒 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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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天工作都这样子 享受生活me time 好不好 咖啡时光 诶 你们运气够好 试车两天啊 因为我觉得下暴雨就要试车 试它的稳定度 然后大晴天就是要试车 因为拍出它最美的样貌 尤其是以前X5 还不能够选择前面的 试光水浆护照 就是比照X6看齐 你在晚上看到它 你会觉得车子整个超动感 又刷下去 你来看看它头灯的地方 LED头灯 搭配这种箭矢型 往前发射的感觉 车子再往前开 左右就往旁边冲 你会觉得超帅对不对 但是它的眼神 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锐利呢 因为它上下给它收窄了 35mm 小改以后的方向灯呢 也有Hard-B哦 如果你想要换成Glade Free的话 可以防眩啊 跟智慧光型变化 你就另外做选配就好啦 也因此这眼神就跟廖云廷一样 炯炯有神 会勾人 呵呵 因为我的X-Drive40i呢 是M Sport 所以你在这地方看到黑色钢琴烤漆 这里也有黑色 Aircurt的地方也有 所以它进气炸的地方 也很好看啊 下宝搭配起来啊 有脱胎换骨之姿 尤其你看到车侧啊 线条很锐利哦 包括了引擎盖 配上20寸 M新服式740M型的轮圈 我们同事说这种车就要配20寸 它还前后配哦 透过了比较稳定的搭配啊 这个轮胎哦 刚刚我们一路开过来 坐在后座哦 也会有很舒服的感觉 一家人都可以在路上睡 就是开车的那个人不能睡 哈哈 但是它也开自动驾驶 所以我觉得 也还蛮轻松的 前打的地方你看 Vayu侦测镜头 从之前的三眼式改为单眼式哦 改款之后呢 增加AR扩增实镜的导航摄影镜头 诶 全车型标配哦 直接买车就给你 因为我是M Sport 所以呢 你有没有看到 一个M在这里 里面呢 因为M Sport也有蓝色的卡钗 相得意这样 互相辉映 在旁边也有一个M让你看到 M Sport空气套进上去 黑色烤漆 导流的鳍片 诶 运动氛围多很多 还有M专属的 M的跑车化电子宣调 因为它又是四轮传动 一路都是舒服 仔细看哦 我有履职车顶架 但下面整个窗框 给你满满的诚意 你会觉得这台车 颜色怎么搭都好看 我这是断面铝质的车框 那车尾我觉得 最值得大家看就是 这一道 L 镜色再下来 看起来像X 很好看对不对 我稍微搅踢一下 它就可以直接 帮我把后箱打开 我最喜欢X5 打开的方式 是因为它分两层 两层有个方便 你的东西呢 因为你打开上面了 不会害来害去 它被挡在里面 但如果我现在去定点呢 我要出来休息了 那我就按一下 它就是一个行动座椅 你看多舒服啊 你有看我记者会影片就知道 空间很大 很好收纳 甚至下面也有一点空间 然后到处都有挂钩 如果你是要载货 或偶尔要搬家具啊 搬一点东西的话 第二排躺平 它是真的平 只是稍微往上一点 但我觉得非常的实用 我们到现在还没有 带你们进去欣赏一下 我车子里面 对不对 我们继续来看看 改款X5 其实有蛮多的不一样哦 车子里面有好多可以跟大家分享的 包括Sensophy的这个皮椅 我觉得很舒服 支撑力道也有 方向盘握感超级好 12.3寸 MX的那个曲面荧幕 它这里也有 很华丽的 有点像水晶的这个铺陈 它也有 这里就告诉你 我是X5哦 有点呼应鱼骨头的概念 好像在这里造型很好看 车子的玻璃啊 真的很棒 那我现在呢 稍微把它拉起来 静态车子没在动 然后这个门打开的状态之下 我这边声音竟然不见了 椅子不只是坐起来感觉不错哦 你一样是有电动调整 那如果你想要把你的头枕往上提的话 它也是电动 你看 往上 电动腰靠也有 可以帮你夾紧的 所以我这么瘦 其实我左右的包覆感真的很好 两段的记忆座椅在驾驶座这里哦 所以我觉得这一切的铺陈都很棒 还有 小哥哥 你看我的脚下面 M M 有什么 方向板 老板娘你要不要赶快解锁 不要再聊了啦 不是 我在分享好不好 M就会让人心灵马力往上喷啊 解锁来呀 随时考我都考不到 因为我自己本身呢 也有B&W新的X4 M40i 我的那台车是iDrive 7.0 那很多人说7.0 8.0在那做比较 现在不用比了 因为现在brand new就在这里 现在叫做B&W Operating System 8.5 它有一个Zero Layer的概念 就是临层级 你所看到的第一个主要画面 就会是导航 如果你喜欢用Google Map 那你也可以直接把它接上去 Google Map也在这里哦 使用方式一模模一样一样 那如果是iDrive的话 上面的画面啊 是左右可以去调整 但现在Zero Layer 所以主画面在这 如果你真的不喜欢导航 因为我这台车 正前方的导航也可以 抬头显示器也有指示 你不用那么多导航 你也可以直接把它给关掉 在旁边呢 我也可以调整我喜欢的样子 我可以看车辆资讯啊 我现在车子的状态啊 那你稍微去微微off row 你大概知道进去脚里去脚 或者是你天气状况很重要 你看刚刚出大太阳 我在那里臭屁一下 觉得我下雨了 那你说这其他 我平常是习惯的一些按键呢 其实它都变成了 是虚拟按键跟在这上面 所以你也可以主画面 或是按这个应用程式 就回到我们 比较像我们iDrive的概念哦 你一样可以在上面 选择你还紧碰撞露营 没错它可以露营哦 如果有人装上你车 它直接可以露下来哦 然后车子的钥匙啊 然后空气气囊 车主手册 全部都在这里 但如果你回到Zero Layer 有一些重要的东西 你想要做调整 只要在这么近的地方 就可以调整了 像车子的大概简易的导航 方位啊 然后车子的状态 如果你想要知道更多细节 你可以往旁边滑 它是左右的哦 从旅程开始的数值 你可以计算今天到底开了多少啊 导航这个超漂亮的耶 所以如果我这里看天气 这里看导航 不是很刚好吗 但我个人不这么选 因为我还有一个很厉害 在我仪标版里面 身为X-Fly尊贵的车主 我希望我车子跟人家不一样 或者是我想挑到 自己最喜欢的样貌 透过中间的选单 抬头显示器 我就可以挑我要的样子咯 它可以有箭矢的 告诉你单位 或者是呢你的停车辅助啊 驾驶的道路的模拟画面会有 动态的画面也会有 但仪标版呢也非常的有细哦 左右两个框 或者是直接就一个L型的 你不觉得这样子很帅气吗 另外一个重点就是 我车子里面的内容 第一个超精简 告诉你现在车速多少 往下的话你可以看你旅程开始的 这个设定 跟车啊什么相关的都有 或者是我今天大推特推 就是它AR 它是AR 而且它的AR 不是只是让你看到萤幕哦 我们刚刚下雨下成那样了 前面玻璃雨水一直来 嘶哩哗哗哗哗 这个路都有点看不清楚了 雨刷认真播 几乎没被遮挡耶 我觉得它真的很棒 而且不是只是看到画面哦 它把你的导航也放进来 距离目的地近一点的话呢 它也有鱼骨头 越近鱼骨头越大 这是什么车 这是7系列啊 孩子 这不是X5 这简直就是7系列 它只要我catch到前车 它就有方块锁定前车 方向的一切 原本锁定我正前方向 马上锁定在左边 然后再跟过去 刚刚变换车道 我表现的是不是很厉害 就是我技术这么好 因为它帮我接过去了 聪明智能啊 这有没有解锁完 所以iDrive 8的朋友们 咱们就准备来换 operative system 8.5 而且今年新来的X1 接下来我们要买那台 operative system 9 越来越厉害越来越智能 之前买iX跟7系列 然后你没有这么厉害的operative system 9月份开始 OTA更新按下去 你就跟我一样 超智能超先进 走在时代的最尖端 你以为我要结束了 我现在要停车 我跟你开箱最后一个加码送你了 我直接按了这个 然后它的找车位 我选这个好不好 接下来呢 接下来呢 我就交给它 让它自己来做处理 那我建议大家 脚还是在刹车踏板前后 随时顾着 如果你对于停车 真的很没有把握的话 我觉得现在的自动停车 真的进步很多 比起我之前 我们家的小银行X1 更加进化了 不要忘记还有自动停车 一块小小小小小小的蛋糕 我家的小银X1 我之前的X3 全部都可以让它自动停车 其实你很轻松 你只要顾着它 有没有把车停好就好 今天解锁这么多的功能 印象最深刻的 就是它的倒车的辅助了 今天走到前方死胡同 它就自己倒出去 以前只有50公尺 现在200公尺 我觉得最惊喜的最惊喜的就是 公司地下停车场 它也有一个很大的坡度下去 这车长那么大 停车场其实有点麻 但是它的抖破环这样一开启 我觉得也非常非常轻松 就让它这样下去 开车的人会非常有信心 那我们来总结一下 这一次我觉得 虽然说是小Galax 5 但是它给了很多 我觉得是满满诚意的 新的科技 也会让大家在用车的时候 更加轻松惬意 倒车记忆的200公尺 第一大优点 再来就是我把车子停在一边 用手遥控 所以你再也不怕 左右两边车子巴巴巴巴 你没办法停车 再来就是我觉得很棒 就是360度的环景 跟360度可以帮你沾前顾后 以及我这次最赞许的就是 用原厂导航 直接在仪表板 看到我现场的状态 和导航AR实径 全部结合整合在一起 这一点呢 是让我在开车上 可以更专注更轻松的 在驾驭我的车子 更不用说你还多了一个HUD 可以做调整 调整成你要的样貌 然后一样会有鱼骨 在仪表板 在你的抬头显示器上面 它们全部一清二楚 把很多事情化繁为简 不用在方向盘上面 找了很多的东西 基本上你一开始出发前 都设定好了 那车子就帮你调整 最好最好 最舒适开车的状态 以及方向灯打了 车子把我锁定前车 它马上意识到 可能后面的车靠近 它就会有点危险 它会把你修正回来 所以我觉得它是 有用脑子在工作的 这种变换车道的辅助 我觉得超级实用的 那更不用说到 它可以记忆停车的路径 如果你到你的豪宅 你就买在山坡地 然后那个车位 真的是太诡异了 你没有信心把它停好 这时候一通电话 叫老公自己把它停好 你把它记录下来 下次到这个位置 他就问你要不要用这一套 把它停进去 要啊 直接开启 所以每天老公 都在车上帮你停车的概念 但是事实上是X5 帮你完成 我觉得其实从我这次 开始使用X4 M40i开始 我的手机APP 就可以随时掌控车子的状态 发现现在油量剩下84% 现在剩下多少 其实随时都可以掌握 这是今天我们试驾的 心得分享咯 如果喜欢这次我们试车影片 帮我们把Super Snow Show找出来 按赞订阅加分享 我们下次再见咯 拜拜